还记得创作歌手Tank吕剑忠吗 当年这首《给我你的爱》 让他尝到走音滋味 没多久却消失在荧光幕上好几年 原来是他最亲密的姐姐 突然心脏病发过世 让他染上酗酒恶习 加上两度在表演时 发生心脏曲震器误判电极 以及婚变挫折 使得过去的歌坛小霸王恐惧站上舞台 如今五年过去了 他靠着宗教信仰重生 首都谈及这段心目旅程 如果你的爱让我陪着你去未来 给我你的爱手拉着手不放开 这是Tank人生第一场万人演唱会 是Tank的爸爸妈妈跟姐姐 天哪 他们大老远的敢来Tank完全不知道 敢不敢动 没有 其实我知道他们来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上来 留下的男儿泪 除了感动于不赞成他走这条路的爸妈来了 还有大一岁 从小和他最亲密的姐姐 就是谢谢大家 今天大老远的跑来这里吹风 然后帮Tank加油 真的感谢你们 还有我也要为Tank 代替Tank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向你们线上感谢 如果不是你们的栽培 不会有今天的Tank 没想到这却是一家人 在舞台上留下的最后画面 因为八个月后 在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下 姐姐突然走了 因为我们家族都有心脏病的关系 对 然后我的姐姐就是在那一年 天气又很冷 就在12月份的时候 对 然后天气太冷了 然后她也没有注意保暖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只听到 我妈妈就是一直在叫我姐姐 要想要把她叫醒 看到我姐姐已经就是没有反应 送到医院也没有就是来不及了 这是Tank首度面对镜头 谈到这些年逃避舞台的最深根源 这首歌是Tank写给过世的姐姐 因为她是最支持Tank歌唱录的家人 但这份内心哀痛 在那当下却只能深深隐藏 父母都老了 然后如果我都不动作的话 那两个老人家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动力了吧 我还是要有一个可以支撑的 不然整个家垮了 那我看应该也垮了吧 为了爸妈绝不能垮下去 外加第二张专辑正在宣传 但强撑起来的坚强逐渐崩溃 我必须要强颜欢笑在舞台上面 我必须要笑 我必须要唱 畢竟我本身是卖身的 想尽办法很开心 想去办法笑 下了舞台以后 你就掉到一个很深很深的 一个深渊里面 那个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啊 很 会有一种很深 然后很沉重的那个孤独感 孤独感的背后 还有着更深层的恐惧 因为心脏病是家族遗传 胸闷啊 心悸啊 然后就是 感觉就是空气不够啊这样 对啊 然后就感觉会有那种 脚痛的感觉 就很像有人抓着你的心脏 这样捏着这样 小时候 年轻嘛 都觉得自己体力很好 没有感觉到 对啊 但是后来 我姐姐过世以后才有 才有这样子的警觉性 我也担心就是 哪一天就是 会出什么问题这样子 姐姐的离开 触发Tank对心脏病发的恐惧 压在她心头上 越来越喘不过气 我那个时候就是 很怕一个人 很怕一个人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朋友 其实喝酒也是 老实说也是我自己 想要发泄的一个管道记忆 明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能过度喝酒 但Tank只想用它来逃避压力 终于再一次跑宣传时 心脏病发 医生有建议我 他就说你要不要装这样的机器 一个就是 你的直系血清有过失 心脏的那个 心肌有扩张的 扩张的现象 那个时候很怕死 就觉得好 装好了 死亡的威胁 像颗不定时炸弹 因此在27岁这一年 他花了50万 在胸腔植入心脏去斩气 在危急时刻 可以释放电极保命 但出院后 他照样喝酒 我没有喝酒的时候 完全睡不着 然后就是东想西想 情绪会不好 喝酒更不好 因为他酒驾撞了老妇人 要上新闻版面 好形象一戏崩溃 连带影响他的演艺事业 但Hank没有继取教训 就始终也疑过 越高越唱越跳 而且又加上那时候 吃到酒精 所以心跳就变得快 那其实我在那个时候 其实没有感觉到不舒服 可是就被电到了 后来有一次 真的是很紧张 然后也是宿醉 你出现 我一定还在沉睡 我绝望的依偎 生命只有五个眼 錄影突发状况 现场一度昏乱 当时一次录影太紧张 Tank心率不整 引发电击 也把在场来宾 嚇得目瞪口呆 尽管他紧握住麦克风 想把歌唱完 但最终 还是被迫暂停演出 一场演出 对我来说就是 像战争一样 你还没有倒的时候 你就不能停下来 如果快要到伪咒的时候 我真的不行 对啊 后来还是下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开始恐惧舞台了 摆脱不了内心 那份对舞台的畏惧 Tank和唱片公司解约 退居幕后 而在这一年前 交往两年的女友怀孕了 在生下女儿之后补办婚礼 但这段婚姻 没有如同她唱红的这首歌一样 手拉手不分开 我觉得我们两个双方的想法 都不成熟 所以才会造成婚姻有一些破裂 所以现在孩子是跟你吗 跟前妻 对 但是还是有跟孩子见面 有 还是有 我就有见面 那孩子知道爸爸是歌手 他知道 他知道 第一时间Hank选择隐瞒婚店 直到离婚两年后才公开 因为你越是隐藏一些事情的话 你的生活还是会有一些压力 你没有去解决这些事情的话 永远不会让你自己更开心更快乐 我今天如果没有懂得去坦诚 没有懂得去 我将来孩子会怎么看我 勇敢面对过去的失败 Hank决定戒掉酒精找回自己 还有这个原因 我就是跌倒 对啊 跌倒然后头去撞到车子这样 对啊 然后就头部就开始流血 然后那时候又有吃心脏病的药 当时喝忙的Tank 完全没感觉到身体的不适 直到隔天早上醒来 吐了一口黑色一体 到医院然后医生才跟我说 这个是血 而且是已经在脑袋里面 放很久的血这样子的大 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很危险 这个不需要开刀 不行不行 不能开刀 可能开刀的话血会喷出来 如今淡淡的笑着说 但当时在滚门关前走一遭 Tank惊觉自己其实很脆弱 也后悔荒唐伤了爸妈的心 我明白 我了解 你心里长着好多的力 只是你不肯说 我自己过去真的是错得很离谱 父母心也是为我好 对啊 他们其实也是一番苦心 用心良苦 他们也想要让自己的孩子变好 爸妈无私的关怀换回了Tank 他决心戒酒重返歌坛 没有谁能和你尝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转熟天使 无畏无能独占 透过信仰Tank走过生命幽暗之处 采访这天他在十字架前弹吉他 唱着自己的成名曲 他要重新站上舞台大声说 当年那个音乐小霸王回来了